第三次又穿越城流扇 在穿越的前一天 诸葛亮已经病逝五丈远 诸葛亮并逝于五丈远 又完成传来几表 吴将全从引兵数万 正囤于巴丘借口 目的不明 五丈远 诸葛丞相 吴国 现在的自己 分明就是三国时期的 属后主流扇 怎么又是个王国之君 还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诸葛亮已经驾鹤西去 吴虎上将也不在了 我还玩个屁啊 陛下赶快起身 大臣们已经在殿内等候了 怎么跟电视上不一样 这个皇后还真大胆 我已经允许 竟敢擅闯皇帝的寝宫 陛下恕罪 小奴也是逼不得已 吴太后已经入殿了 吴太后 难道刘善也怕这个吴太后 这里不是成都的皇宫吗 太后怎么姓吴 难道她是吴国派来的 吴太后正在发火 要是惹恼了太后 小奴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吴太后有那么恐怖吗 自古以来 帝王之家没有半点亲情 他们连自己的亲人都杀 何况自己只是冒牌货 要是被吴太后看出破绽 恐怕凶多极少了 相父 相父 天王我也 陛下 这是丞相的灵珠仪表 刘善自然知道 诸葛亮的许多事迹 在一千多年后 他的大名几乎人尽皆知 他也是刘善最为钦佩的 大贤之一 此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对这个时代的官员只能一窍不通 更怕自己乱说话引起传帮 只得囚度般地盯着黄昊 陛下身体不适 推朝 慢着 朕身体不适 丞相身后支持 有劳各位爱卿 带阵处理 如今诸葛亮刚刚去世 而历史上的那个猛将 并没有真正的谋反 主中吴大将 廖化为先锋 在大汉后期的 多场战役中 将为的手上 已经无人可用 只能让年近八十的廖化为先锋 可见当时 人才知匮乏 给阵找个必定的地方 传向宠来建阵 将军 你现在 身居何止 陛下 建兴援您 末将被封为都庭后 后来升任中部 自成向北伐以来 末将一直管理宫廷宿卫军 负责皇宫内外的安全 他现在的职位 相当于其他朝代的 御林军统领 向将军 朕有件重要的事情 只能由你去办 臣当竭尽全力 万死不死 将军 事关重大 不能出半点差错 陛下 即是如此 若能发到圣旨 末将定保万无一失 刘善心头一阵窃喜 急忙换来皇后 写好圣旨 他钦点了几名 最得力的护卫 迅速骑上快马 正所谓谋士在人 成士在天 自己能否救下他 能否改变历史 此举究竟是对是错 恐怕只能听天由命了 陛下 蒋婉和几名大臣 有急事求见 陛下 永安太守拱至极报 东吴以权从为主将 孙桓 周仿为副将 引兵三万 在永安城外三十里下寨 动机不明 刘善不知道 这几人分别是谁 他们行礼时 也未自报名字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陛下 我与吴国虽有盟友 尊全此与时的险乐 不可不防吗 陛下 永安城中 仅有两千军士 如何抵挡 东吴三万大军呢 永安城 他位于现在的 重庆市凤杰县 是三国时代 巴东郡 与吴国接壤的 边防重镇 莫非 东吴欲取永安 陛下 徐仁 杨渠 汉与 汉丰三县 并未驻有兵马 不过 李丰手上的 征梁队有两千人 相父新亡 永安空虚 但我不能 向东吴妥协 令李丰帅 征梁队 火速进驻永安 令巩智 如果全从攻城 务必死守 陛下圣明 升姜维为魏将军 令他引兵五千 火速救援 永安城 陛下 姜维没有军功 就升任魏将军 地位仅次于大将军 职位已在众多将领之上 恐怕难以扶众啊 况且 姜维原是魏国的降将 臣丹心 就派姜维 相父将毕生所学 传于姜维 意在让姜维成其一致 升他魏魏将军 合情合理 再者 丞相看人不会错 朕也相信 将为的中心 就这样吧 家父 当今天下 已成禀足之势 无畏两国 又不曾入寇 相父 何不安享太平 臣受先帝脱孤之中 当劫力讨贼 刘蚕想尽快熟悉 宫中的地形 他漫无目的地 拐了几个弯 静止往一处大殿走去 陛下 前面是批香殿 是要见张贵人吗 要不要小奴去通传一声 昨夜的 嫔妃是何人 陛下 昨夜正是张贵人 这个张贵人 是何来历 陛下整日操劳 想必不记得了 张贵人乃是前夕乡侯 狙计将军张飞之女 名叫张行义 她侍奉陛下已有六载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好 就去披香殿 陈妾 见过陛下 刘闪没见过真正的张飞 只能一起影视剧中张飞的模样 她实在难以想象 传说中五大三粗的猛将张飞 竟然有此温婉秀丽的女儿 以后不必行此大礼 谢陛下 朕跟张贵人聊聊 你们都别过来 这是相复临终时的手书 这份仪表类似于文言文 刘闪清楚地记得 并无标点符号 她实在想不通 不知张贵人是如何准的断句 爱飞 你既是三叔的女儿 以你之鉴 朝中之臣 我应该相信谁 自古以来 后宫不得干政 陛下该信任谁 丞相早有言明 早有言明 刘闪有些疑惑 又想起上学时 曾被送过的初识表 其中某些章节 仍然记忆犹新 报陛下 正希将军魏严 有几表上奏 果然来了 传众臣 崇德殿义士 正希将军 南正侯 陈魏严 诚皇诚恐 顿手上言 杨仪自总兵权 率众造反 结成向灵鹫 欲引敌人入境 陈仙烧绝战道 以兵守裕 仅此作文 就在众臣议论纷纷时 又有杨仪的奏表传来 他却在奏表中说 魏严谋反 杨仪和魏严 都称对方造反 这下电商可热闹了 众臣一致认为 魏严在诬陷杨仪 好几个大臣 甚至以全家性命 魏严作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却又有所不同 魏严身为蜀国上将 战场上取得人头无数 自然不愿 魏严忽忽来换去 于是抢先一步 退入汉中 他想到 杨仪经常在丞相面前 搬弄是非 使得自己 不受丞相的重用 心头顿时气愤不已 魏严突然心生一计 命人烧掉部分战道 阻止杨仪的兵马 及时撤回汉中 同时抢先向成都上表 无其谋反 此计定能光明正大地 除掉杨仪 杨仪与魏严本就不默 他得知魏严不听自己的指挥 并且阻断自己的归路 于是大发雷霆 向随行兵将称魏严谋反 同时也向成都上表称魏严谋反 在江维的建议下 杨仪率军从查山小道 绕过那截被烧掉的战道 这才顺利来到汉中城下 魏严匹父 你不听军令 烧绝战道 这是谋反 我乃大汉的上将 只听命于丞相和圣上 轮不到你这小小的长使 对我持手画脚 魏严 由你断后 这是丞相的一命 你不服丞相之命 就是谋反 丞相一命 杨仪 本将人你很久了 你少拿丞相来压我 魏严不听军令 意图谋反 来冷 马上杀入汉中 举下反贼魏严之手机 慢着 圣指道 告约 征兮将军魏严 文韬勿略 屡历战功 顺 升任为左将军 升任马代为征东将军 王平为征锡将军 令魏严为主将 马代 王平为副将 领兵两万阵守汉中咽吼 任何人等 不得有为 魏严回首自己的大半生 除了先皇刘备 赏识自己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不待见自己 由于杨仪经常在丞相面前 搬弄是非 害得自己经常被诸葛亮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因此常感生不逢时 如今陛下突家封赏 并以重任相托 魏严心头顿时大喜 陛下圣恩 臣当肝脑徒弟 万死不辞 不可能 魏严不听军令 烧绝战道 足我归路 此乃谋反 离应处死 何故身任 相宠 你身为忠不渡 为何假传圣旨 这是陛下的旨意 杨长使若是不信 可与众将查看圣旨之真伪 向将军 陛下圣旨何时所发 昨日沉时所发 这就对了 按行程来看 魏严反叛的奏表五十 才能送到公众 小将军 陛下让你过来时 是否知道魏严反叛的消息 陛下未曾明言 我杨以身为丞相辅常使 丞相临终将蜀中大使 进阶托付于我 绝不能让这魏严继续猖狂 给我杀 就算战之一兵一族 务必诛杀魏严反罪 大胆杨以 你敢抗指乎 叫再万 君命有所不胜 抗指者 则 圣旨道 封义将军将为 接纸告约 奉义将军将为 升任魏将军之职 令江维为主将 高翔 吴班为副将 引兵五千 火速救援永安城 即刻出发 不得有误 看 将为接纸 许恩 我反对 将为何得何能 为何升任魏将军 杨长使 末将指示奉命宣旨 你若有疑问 可回属中面见圣上 魏将军 可知汉中之重要否 汉中乃是连接成都平原 和关中平原的战略要地 尽可取梁州 关中之地 退则是一州的门户 向江京 请代我转告陛下 陈愿以全家性命作保 汉中决不会有失 陛下还想问魏将军 如何力保汉中不失 汉中有包邪道 倘若道 子武道 陈仓道四条路线 可通往关中 万无一失 陛下信我魏严 并拨马 王二将挤两万兵士相助 就算魏军长了翅膀 他们也休想攻取汉中 后魏将军 陛下托我转告你 如果你能保汉中三年不失 可封标其大将军之职 谢主隆恩 刘善前脚刚侧封 江维为魏将军命起领兵 前去支援永安城 后脚便传来几表 江维并未前去支援 引得朝堂忧心忡忡 杨仪更是心中不满 大骂刘善昏君 触怒朝堂被投入大牢 刚才探马报来的消息 至少已是昨日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代的通信实在不变 根本没法及时了解 前线发生的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 这是宫中太医令 想必是永明殿有人生病 小奴子就前去打问 不必 随朕去看看 精彩 你这是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陛下 臣妾这不是什么大病 他们偏偏要传太医令 这才惊动了陛下 皇后老是呕吐 她吃什么就吐什么 又不肯传太医令 奴婢不敢懈怠 这才斗胆请医官过来 做得好 赏钱两千株 陛下圣恩 奴婢拜谢 陛下 皇后是酒吃生冷植物 以至脾胃寒凉 只需日服两次生硫磺 缓缓加大剂量 觉得胃补微温极止 不出一月即可痊愈 医官 你没搞错吧 硫磺也能做药 这能吃吗 下官愿意全家性命担保 此方必定有效 绝不会伤到皇后的凤体 这年代竟然有硫磺 医官 你们既然能找到硫磺 能找到消食吗 硫磺和消食 都是沈农本草精中的必备药材 宫中医馆自然不敢遗漏 你把医馆里 所有的硫磺和消食 全部给朕送来 这硫磺和消食可以入药 但需对郑才行 绝不可乱服 朕明白 记得自己上高中的时候 化学老师曾提过一流二销三木炭的配方 流产配方口诀 将几种物品混在一起 小星的研磨混合均匀 然后把混合好的黑色粉末 均匀地撒在一块麻布上 带着火星的干木条 慢慢地靠近麻布 直到完全触到这些粉末 仍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剧烈燃烧 只有星星点点的小火星 以及断断续续的琵琶声 难道化学老师说错了 原来一流二销三木炭 只是老师为了方便学生记忆 自己归纳的配品 这个方程式的方法 这里的一二三 只是不同药品的分子分数 流产顾不上吃饭 紧接着又重新配好一份药品 希望这次能成功吧 毕将 您没事吧 朕没事 命人准备一辆马车 咱们今天出宫去玩 流产不知道 这颗土疙瘩的威力 自然不敢在宫中试验 流产与皇后结伴出游 却半路拉着象虫 悄悄钻入一片小树林 象虫按照指示在地上掏出一个小坑 小心地将一个罐子埋入坑中 点燃引线后拔腿就跑 哎呀 快走快走 刚才埋罐子的地方 已经变成箩筐大小的坑 周围的树干上还燃烧着些许火苗 试验再次成功 流产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性质 让象虫前去保护皇后的安全 自己则赶回长都 刚才的土疙瘩 它仍然需要点燃引线 还不能用在战场上 流产的最终目的 是做一种稍小的投石车 能将其抛制500米以外 投石车很简单 关键是 这个土疙瘩本身 它绝不能用简单的磁罐子 必须用金属外壳 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冶金工艺如何 皇后 你去找几名铸铁工匠 仿照这个磁罐的模样 制作几个厚薄铺铜的铁罐 陛下 永安城有捷报 蒋婉和沸衣激动地跑入殿东 声音颤抖着喊道 永安太守拱至上奏 将军将为 智举巴东 劫永安之为 获两响无数 斩敌一万余 服无将全从 将为所言 是否属实 陛下 殿外有拱至 送来一万多敌兵足二 理应不假 昨夜有探马来报 船将为沿江而下 难道 船令令邓之 张仪 料化火速进驻永安 然后听从将为调遣 他让拱至带船捷报 就是在试探朕的意思 他既然有把握 朕就给他兵马 诸葛丞相主张宇无休好 就是尽量避免两线作战 如今的大汉国力衰弱 陈时在担心啊 丞相不必多虑 汉中咽喉 有魏严 马带和王平助手 定能万无一失 听闻金丘 吴忠大丰收 想让将为退兵 至少要让吴国 赔偿咱们一年的良享 又是一日的夕阳落下 将为站在八东城的城楼上 内心无比焦急 陛下能否明白自己的苦心 若是身后无主 自己手上无兵无将 空有报国之息又能如何 并将军邓之 料化 张一个领兵五千进驻永安 陛下有旨 他们全部由将军调遣 好 来得好 蒙必下信赖 国约当不辱圣恩 吴班 高祥文员兵已至永安 欣喜之余也有些失望 因为只有一万五千人 加上八东城中的四千兵马 仍然不到两万 东面 吴国以朱然为主将 领兵三万直奔八东而来 预计明日午间即可到达 如果加上诬陷周法 孙环的两万人 吴兵共有五万 敌方兵力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小小的八东县城 城池不顾 纵然粮草充足 仅凭这四千兵马 绝不可能阻挡五万五兵的进攻 梁旭 你带五百兵士 趁夜前往乌县城南十里下寨 其间要大张几股 多扎营仗 如果吴军杀来 不可硬拼 往南撤溃 领命 梁浅 你带五百的兵士 前往梁旭身后埋伏 要故意让吴军发现 如果梁旭退来 你可以与他往永安方向撤离 但不要进入永安 领命 高翔 你引一千兵士 前往乌县以东十里埋伏 要故意让乌县城内的无兵发现 若城中无兵杀来 务必死战 我自有接应 三将领命而去后 吴班还是蒙圈状态 将军 可是打算放弃八东城 不 我不仅不会放弃八东城 我还要占领乌县 唯有这样 才能让永安 乌县和八东连城一线 可是 乌县有两万无兵 强攻乌县 至少需要六万兵马 我加上永安的兵马 也不到两万 如何攻占乌县 况且诸篮的三万大军转眼将至 我却在多路分兵 如今 八东城只剩两千兵士 岂不为宜 我自有安排 待会儿就有好戏看了 我只能让你死去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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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数将五班领三千兵马向东门杀来 高翔领兵三千攻我北门 廖化领兵三千攻我西门 另有张仪领兵四千在北门掠阵 有没有看到姜维 谁能告诉我姜维到底有多少兵马 撤 全军从南门出城 撤网见识 快 全将军 等你多时了 将为 给我上 快速打扫战场 收集物资 回防巴东 如今手上有三万多兵马 在剑平郡也站稳了脚跟 梁将军 你有没感觉到 陛下似乎与以前不大一样 我本是带五千兵马来劫永安之危 却自作主张攻打吴国的巴东城 陛下不仅没有怪罪 还先后两次派来援兵 并让多个将领听我调遣 这段时间将为赶到流善见路的雄心和远大报复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有必要回成都一趟 陛下 魏将军将为刚回成都 有要事上奏 请他过来吧 我将拜见陛下 魏将军快快请起 这番永安之行 你可是鞠躬至伟啊 莫将不敢贪图军功 这全靠陛下的信任 运筹帷幄 还有将士们的浴血厮杀 将为几经犹豫 说了自己的二分天下的想法 嗯 继续说 在末将看来 二分天下之策可分三不完成 其一 以一员强将坐镇汉中 使曹魏不敢轻易来犯 其二 牢牢地控制住荆州 因为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 北可聚曹魏 东可聚吴国 如此一来 蜀中自然太平 其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不停地袭扰吴国 削弱其国力 在适当的时候 以重兵一举攻克吴国南部四郡 如此一来 京南四郡 甚至整个荆州便垂首可得 只要走好这三步 荆州易得 吴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将为的计策很是大胆 也有可行之处 然而 在我知道的历史中 历朝历代的北伐 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江将军 我大汉为了广积粮草 正在精兵检政 目前 国内只剩十余万精兵 其中两万 驻守汉中 朕最多只能给你八万兵马 在我大汉没有足够的实力之时 最近一到两年 只需以少许的兵马 在建平 一都两郡适当骚扰 其间或战或不战 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 以消耗吴国的兵力和国力为主 这将为有大财啊 还是战略级的国之栋梁 朝中重臣 已无人可比 江将军此次解救 永安之危 永夺三成 得好好地赏赐你一番 今升任你为大将军 掌全国兵马 智万虎 贾黄月 写陛下 报 大将军 陆迅领三万兵马驻扎信陵 其余的七万兵马 分屯于西陵峡至伊陵之间 诸位将军 陆迅看似是大 但将边地势狭长 他这样布局明显是在防御 意在防止我军进取一兜 所以大家不必紧张 大将军 话是如此 可是我军总共裁五万兵马 陆迅自在将我赶回永安 不可轻敌啊 不必担心 紫归城池坚固 我坚守不出 陆迅就无计可施 料化张仪 你二将引兵三万 在紫归城外当道扎寨 阻止陆迅绕过紫归公 我巴东和吴县 诺 将为这种一城一寨的布局 看似奋兵 实则比全部屯于城中 更加有利 由于城 债相隔不远 随时都能相互支援 城下 我来信零一有多日 为何还是按兵不动 我也想立刻赶走江维 但是 他在紫归的部署毫无漏洞 我得另寻他法 要不 我引钉 从一水绕道攻取 发动 断江维的梁岛和后路 再等等 很快就有机会 大将军 探马来报 魏国出兵大举南下 陆军已经兵退 魏仪灵 孙韶引兵十万 以至静岭 再继续向江陵进发 魏国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集中陆训 孙韶的十万兵马保住江陵 并将蛮宠赶出南郡 大将军 这正是我东径之良机 不可错失啊 大将军 对魏国来说 紫归 巴东 信林诸城 可有可无 无法与江陵相比 我正好可以抢占一都 对重将来说 此次绝对是大好良机 不论攻卫还是法无 接队几方有力 于是纷纷请战 廖化 张仪 各领三千兵马 先夺姓名 再取宜昌 高翔 邓之 领兵六千为后人 待控制宜昌后 拟步转为前锋 廖化 张仪转为后人 沿江而下 战略一都 四将率兵离开后 江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直到半夜 满宠进兵 为何如此迅速 详细阅读 细作送来的情报后 发现满宠南下时 并未遇到无兵的抵抗 几乎兵不血刃 就抵达江陵 不好 中计了 大将军 到底有何不对 据情报所示 边线驻有诸环的两万兵马 另有勇将胡宗 李英相助 满宠兵不血刃 就直达江陵 岂不古怪 大将军 你的意思是 吴 为两国大张旗鼓 三十万兵马 占于江陵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江陵究竟何得何能 能让敌对多年的吴 为两国联手作戏 难道 就为了我手上这五万兵马 莫非 廖化 张义他们 不错 他们已被陆逊截断退路 陆逊果然狡大 我只能从见识 恩师方向绕道以水 提前为四位将军打通退路 不过 动作要快 江陵确实没有猜错 廖化 张义 刚刚占领一都 就发现中计了 他们料到紫规方向 不可能再有援兵赶到 几人略加商议后 果断放弃一都城 直奔长阳而去 此日正午 江维和张绍的两路兵马 准时汇合于恩师城北 此时 无将张城 以奉陆逊之命 引五千兵马 秘密占领了恩师 全军休整一刻钟 一刻钟后 全军攻城 大将军 你不是常说攻城为相啊 何不绕过恩师 直接往以水进军 此一时 彼一时 我若绕道以水 恩师城的无兵必会尾随 在爱口筑起壁垒阻我归路 所以 我不能留下后患 恩师小城 一击击破 大将军 故意多做拖延 下令榜 吴班 张绍 傅谦 各领三千兵马 分别攻打东西 南门 本将自引三千兵马攻北门 梁旭 梁前 引兵一万 四门掠阵 随时支援各门 我必须一鼓作气 一击攻取恩师 诺 全军出击 自国以来 攻城皆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次蜀军共计投入两万多人 以伤亡三千余人的代价 在一个时辰内攻下恩师城 将为留下良钱和两千精兵在恩师 负责救治伤者并招降城中无兵 自己引着剩余的一万多兵马 沿着以水北岸的小道 迅速往徜徉方向而去 全军列阵准备迎敌 陛下将为穷兵独武 惊师法无 实乃获国之臣 应立刻处斩将为 在下吴国示好 统杰同盟 司马懿领兵十五万 向大三观进发 消息传到成都 崇德殿已经乱成一团 陛下我两面受敌 乃将为之一东京 得罪吴国之祸 你们有点骨气 好不好 大三观有魏延将军驻守 司马懿如何能轻易攻克 我大将军兴师法无 多传捷报 在你们眼里 怎么就成了两面受敌 陛下魏无两国势大 我大汉才十万兵马 莫将担心 不必多言 现在就给江维加派援兵 朕亲自去大散关镇守 谁再敢威严耸听 诋毁大将军 朕定斩不饶 无意领兵两万 携粮草自重 速往子规 听从大将军调遣 诺 讲晚 朕口述 你给大将军写封信 诺 传令 封讲书为平北将军 迅速整顿 成都兵马 择日随阵 北上汉中 唐下 据少探来报 子规城中仍有三万八千鼠边 并未见城中兵马出场 温师城 有没有消息 唐下 暂无消息 嗯 甚好 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江维应该还没看过 陆迅还不知道 张绍的部队 是半夜出城 江维又是凌晨出发 这两支部队的出城 吴军的少探并未发现 因此 在陆迅看来 子规城中仍有三万八千鼠兵 恩师城也还在自己手中 唐下 要不 我再继续争笔 尽快吃掉这只鼠军 若让他们给逃了 去不 哼 他们能往哪里逃 文向从不担心 他们能逃掉 他们的逃离路线 只能从长阳 狠山 隆时方向迂回至八东 恩师城中的张成 必会在本项要求的时间 前往以水西艾寇 射下壁垒 届时 蜀军前有祖节 后有孙韶的追兵 我只需半个时辰 我只需半个时辰 就能消灭这股蜀兵 全军列阵 准备迎敌 料话 邓之四将不再往西逃窜 而是列阵等候 大约两刻钟后 孙韶的三万追兵 终于赶到 久闻四位将军大名 测测 你们已被包围 除非你们能飞过这一水 如果尽快投降 本将可保你们四镇将军之职 孙将军 你高兴得太早了 我家大将军 已经等你多事了 你看看自己的身后吧 孙韶疑惑地扭过头 只见后方无礼处 浓烟滚滚 隐约有喊沙声传来 密入雨点的箭矢和落石 不断落下 吴兵瞬间就倒下一大片 孙将军 这是杂会事 路程响命 我前来夹击疗话 长矣 赠毁 赠毁被淑军给包围了 我咋知道 孙韶大祸不解 自己打的本是必胜的围歼战 怎么被围裂得成自己了 报 孙将军 我前方有料话 张义阻挡 他们以大树和巨石阻我去路 我军后方是蜀江附迁 他点燃枯枝和甘草 阻我退路 我果然中了蜀军之计 传令兵分两路 全力猛攻 打通两端出口 看看那是什么 孙将军 落水了 快救人 揪个屁 孙将军都套了 赞还等慎吗 眼看校尉又跳入泥水淘枣 消失不见 大将军 这次好险 陆迁给我下了个套 还好大将军补救及时 不 这一次能重创孙韶 全靠料化 张仪四将 若不是他们临阵经验丰富 果断撤出一都 我军必会损失惨重 大将军过歉了 此次我军立刻恩师 重创孙韶的大军 皆是大将军之谋 只是 我真要放弃恩师城 吴将军 我军兵马不足 难以分兵助手 若不放弃 我兵力将过于分散 将处处陷入被动防守的不利局面 现在还不是占领恩师城的时候 那被我俘获的张成 是杀是放 他爹是个人杰 生的儿子却是个蠢货 放他回去 就像全从 朱然 张成这样的庸将 吴国越多 对我越有利 对了 吴将军 你怎会在八东城 末将奉陛下之命 领兵两万前来应援 刚到此地 就听闻大将军的捷报 陛下 让你领兵来援 这是陛下给你的书信 司马老贼 兵犯汉中 形势危急 朕当亲征 将军无异 粮草自重 皆知永安 清雾厚优 吴国战士 向机而行 或战或退 自行决定 朕在汉中 山路难行 物须多表 静候佳音 为军犯计 陛下竟然御驾亲征 临行前 还不忘 送来粮草和援兵 大将军手上的七万兵马 跟吴国相比 或许不值一提 但是 这是我大汉 能调动的所有兵马 陛下将全国兵马 托付于我 这是将大汉的未来相托 莫将纵然战死沙场 马格果师 已不能报答陛下 唯有效法诸葛丞相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已莫将毕生之所学 荡尽敌寇 扫除奸命 赴我大汉天下 其实你不姓刘 你应该姓曹 刘玄德一心想杀了你这孽种 这才将你扔到马车之下 刺马老贼 当年 下批被围之时 关云长邪二位嫂嫂 想我曹丞相 众人皆知 甘夫人才冒出众 丞相怎肯轻易放过 这些事情天下皆知 刘玄德如此聪明的人 又怎会不知其中原委 你 你 你修得胡言 十几年后 刘玄德将死之时 仍对此事耿耿于怀 所以 才力劝诸葛亮娶你而代之 可惜 诸葛亮并未明白 刘玄德本意 哈哈哈哈 司马老贼 竟不信老子 马上下来弄嘎你 哪不敢跟我比我比我 出来干净啊 陛下 别冲动 龙体要紧 犯不着跟他动计 不用劝我 全怕少壮 这老不嘎的东西 实在可恶 我今天弄嘎这老八 这司马一看起来 老太隆重 但他也练过些拳脚 陛下 不可颅吗 他练过 这 魏将军 你怎么不早说 陛下 末将送你回汉中吧 不必 朕自有办法 开城门 一扇不大的厚重铸铁门 缓缓开启 数百名鼠兵 在关前摆开阵势 身穿甲州的刘扇 站在两军阵前 手上却没带任何兵器 司马老贼 朕怕一拳打爆你 你好歹 也算一代名将 这样嘎了岂不可惜 要不咱们点到极致如何 真是笑话 你我阵前交放 又不是小儿过家家 阵前只乱生死 刀剑无眼 如何能点到极致 司马一轻蔑地盯着 一身肥镖的刘扇 有信心一剑将其赐于马下 请出招吧 救命啊 司马一立刻侧马追打 是要生擒刘扇 刚追至刘扇停马的地方 不过是鸡米的距离 一声巨响 然后腾起一股黑烟 司马一连人带马摔倒在地 生死未博 都督 卫军将领等人见识不妙 急忙策马上前 将满身是血的司马一 拖回几方阵中 哼 敢跟老子单挑 不诈非你 算你命大 陛下 若能诈死司马一 数年之内 我大汉无忧意 哼 这个老东西 自己找死 朕提议点到极致 他却不肯 讲这种要求 我这辈子没见过 去几个人 把刚才司马一的战马 抬回来 今晚加餐 陛下用的什么兵器 好像是炸类吧 不对 陛下用的应该是仙法 贪了 妈肚子上这么多窟窿 这几个窟窿 呲呲猫泡 太夸张了 陛下到底用的什么兵器 若咱们都能用这种兵器 一年就能杀到场啊 陛下 卫兵已退去 短期内 绝对不会再来 你如何得知 莫非司马一嘎了 卫兵今日一反常态的工程 司马一必是受了重伤 他担心就此退去 会被我追赶掩杀 这才工程已是强 借机退去 但愿如此吧 有朝一日 我大汉兵强马壮之时 立将卫军赶至同关以西 届时 朕与诸位将军一同 在这辽阔的草原上 纵横驰骋 何等畅快 几日后 卫军确实没有再来 留陕准备回成都 临走前 他还想看一看军中伤员 对了 魏将军 平时你们都是如何处理伤口 陛下 剑伤一般就是挑出箭头 纸穴 清洗 包子 在这大散关可有伤兵 有 还有二百多个 带朕去看 诺 营帐内 刘善查看众多伤兵的伤口后 简直触目惊心 几乎所有士族的伤口 都有红种现象 明显是细菌感染所致 另外十几名士族的伤口 已有溃烂 还有几人正在发着高烧 魏将军 你令士族去山坡上 折几捆柳枝回来 越多越好 诺 你们几个快去 柳枝取回后 命人将它砸破 削短 放入府中 慢熬半个时辰 然后将府中汁水放冷 澄清 用它给士族清洗伤口 陛下 难道柳枝是草药 朕只知猜的 姑且一事 若能减轻红种 可命人大量使用 陛下 效果极好 一百多个士族的伤口 红种情况明显消退 不过 另有十几人使用后 没有半点效果 哎 现在只能这样了 朕会变访明依 尽快找到 有效的智商良药 陛下辛苦 我将带全军士族 谢陛下龙安 魏将军请起 我明日就回成都了 汉中还需拜托将军镇守 如有魏军消息 及时上奏于朕 陛下 清闻此规一线战事颇紧 朕将愿往此规 为陛下破火 魏将军 如今的大汉 全国上下 只有十万兵马 若是汉中有失 我无法两线作战 所以 朕将身为左将军 岂可在汉中安闲度日 五年内 我大汉必会出襄阳 大散官两线乏位 届时 大散官的西路大军 就由魏将军 全权指挥 陛下 此言当真 魏将军 只要汉中不失 慢则五年 快则三年 甚至更短 陛下放心 当年 末将为先帝镇守汉中 十年不失 今 末将就算拼上性命 也要护住汉中 好 朕等的就是这句话 两颗平平无奇的树苗 只要能卖到三十株 就能逆天改命 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少女却信以为真 整整坚持了一年 日复一日地 蹲在这条偏僻的小道上 卖起了树苗 小妹妹 这树苗怎么卖 十五株 一颗 少女的声音极小 悄悄地抬头看了看刘扇 又赶紧低下头 十五株 刚好是一虎米的价格 这树苗遍地都有 再怎么也不止十五株 怎么会有人买 二十九株 卖我两颗行不行 不行 刘扇越发好奇 于是找巷虫 借了三十枚株钱 好吧 我买了 少女接过株钱 欣喜地往不远处的 一座茅屋跑去 燕业 燕业 诸葛军师真没说错 真的卖出去了 真的是三十株 诸葛军师 刘扇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好奇地往茅屋走去 夏姨 你真的卖出去了 诸葛军师真神人也 老丈 你口中的诸葛军师 可是诸葛亮 这位将军 你说得不错 去年 诸葛军师路过汉中 伍然见到我孙女 他说我孙女有富贵之乡 可惜只能活到四十五岁 诸葛军师真这么说 军师说过 如果小姨能把两棵普通树苗卖到三十株 她不仅能得到富贵 还能长命百岁 对了 诸葛军师还专门给小姨改过名字呢 给她改的什么名字 我孙女本名叫李香矣 给改成了李昭矣 听了老者的话 刘善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从西汉原地时起 昭矣是仅次于皇后的嫔妃封号 未同丞相 绝比王侯 你真的叫李昭仪 按照诸葛亮的预言 他把树苗卖到三十株 就可以富贵并长命百岁 也就是说 如果让他成为真正的昭仪 是否大汉也不会灭亡 现在的李昭仪正好十六岁 历史上刘善在公元二六三年 投降邓爱距离现在二九年 那一年 李昭仪刚好四十五岁 刘善突然意识到 诸葛亮给李昭仪逆天改命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 还是整个大汉的命运 爷爷 快救人 刚刚还精气十足的老头 突然倒在地上 看样子已经游进灯窟 李昭仪眼看就要失去唯一的亲人 爷爷 爷爷 将军 我这一曲 将军 你是好人 请帮我照顾 昭仪 人中之托 刘善自然不会拒绝 表示同意后 李老汉缓缓闭上了眼睛 次日 几名兵族将李老汉下葬 李昭仪在守孝期间 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每月给他送二百猪钱 四壶到米 陛下 李昭仪身为女子 不能为己守孝 只有嫡子 嫡孙才可以 既然这样 那就将他送到成都 乐 小妹妹 你就不问咱们去哪里吗 将军 你答应过爷爷要照顾我 从此以后 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带你去成都 好不好 怕 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 你是大汉的将军 怎会是坏人 如果我不是将军 只是个小族 或是个普通百姓 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我相信诸葛丞相的话 这是我的命 我只是个弱女子 没得选择 对我来说 富贵或贫贱都不重要 只要你不打我 能有不一毕身 能有每日饱饭 我就知足 你别担心 我从来不打女人 以后你就是我的招仪 我希望你能长命百岁 也希望大汉之鸡也换骨长存 刘善突然感觉身子一震 眼前的事物逐渐变得模糊 隐约间 数十人向自己这边冲过来 眼前一黑 再也没了知觉 有刺客 快保护陛下 刘善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昏暗的山洞内 想要起身 却感觉背部剧痛不止 每一次呼吸 都要牵动背部的伤口 陛下 你终于醒了 昨日的袭击者 是魏国潜入汉中的细作 已经被素卫兵歼灭了 这里是何地 此地距离间隔还有四十里 因陛下见伤不清 末将只能寻到此处山洞 暂攻陛下休息 末将已派人前往汉中 张将军很快就能带兵前来 李 李昭仪 李昭仪为陛下采药不慎跌下山崖 素卫兵已经绕到崖底寻找 只是 只是什么 快说 陛下 我等在崖底 只找到李昭仪身上的一块碎布 快去找 所有人全都去找 刘善用力过猛 背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 两眼一黑 又昏了过去 昏迷中 刘善又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向魏国投降 也梦到李昭仪拔剑自吻 你没有因为朕的投降 而拔剑自吻 却为了给朕采药跌至崖下 生死未卜 真是孽缘啊 连诸葛亮也无法改变 全力搜索 尽量寻回李昭仪 乐 向宠命人扩大了搜索范围 连续几日仍旧一无所获 事已至此 刘善不得不放弃了搜寻 与几名宿卫兵骑着战马 一路往成都而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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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吴国丞相布置已经来到成都 这会儿正在管一党后召见 布置是谁 陛下 布置是孙权的进尘 吴国丞相孙少逝世后 雇佣带孙少做了几年的丞相 孙权称帝迁都建议之后 分别任命布置 陆训为所 又丞相 嗯 他来做什么 有没有透露 具体情况微臣不知 只是 布置说 他带着孙权的亲笔信 要亲手交给陛下 如今 我与吴国仍在交兵 势如水火 布置来此 必与两国的战事有关 那 微臣这就传他来见 不 如果吴国占据优势 孙权的使臣 不会急着求见 你给布置带句话 就说朕已经歇息 若是有事 明日上朝在意 哦 此时 不知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可如何是好 朱环引兵两万 辗转数百里 悄悄绕过巴东 进入渠塘峡 本以为陆训能迅速击败将尾 没想到战事会如此胶着 朱环现有的粮草 恐怕支持不了多久 唯有两国能罢兵沿河 才能救出朱环和两万五兵 不成相 当初我诸葛丞相刚刚过世 贵国就迫不及待的背计盟约 以重兵攻我永安 这岂是同盟之道 陛下 这期间 其实有误会 误会 全从引兵三万来攻 我死伤三千多人 在你口中 这就是简单的误会二字 陛下 这确实是误会 当时 贵国丞相刚刚去世 我家陛下担心 魏国趁虚而入攻打贵国 这才以大军囤于八丘借口 准备随时支援汉中 原 全从会错陛下之意攻打永安 给贵国造成一定的损失 我家陛下也很生气 目前 全从已被革职并投入大牢 请陛下明察 不成相 你撒谎 还不脸红 朕实在佩服 孙权真舍得将这个女婿投入大牢 陛下 外臣惶恐 罢了 朕不想管孙权的家事 说吧 你此次来使 所为何事 我家陛下愿与大汉重结盟好 只要建平均的蜀兵能撤回永安 我国将向贵国送上15万湖大米 以作误打永安的赔偿 外臣恳请陛下 以两国邦交为重 重结盟好 共同抗击曹魏 刘善听到15万湖大米时 惊得两眼发光 这几乎能让姜维的7万大军 吃上好几个愿 几乎马上就要同意 不对 如果失去子规 之后将很难再建平均立主 到时候 无国反悔 又该如何 姜维起步白 盲魂一场 此时有无国使臣在殿上 刘善不便将自己担心的问题 拿出来商议 毕竟盟约只是一张废纸 不经意地看向黄浩 眨了眨眼 这家伙与刘善真是心意相通 悄悄从侧门离开后 表现得惊慌失措 快步跑回到殿内 陛下 不好了 不好了 张贵妃和王贵人 为了抢一只烧鸡 二人打起来了 你就不能讲个别的理由吗 各位爱情稍等 证据去就来 众臣一脸猛逼地盯着刘善离开 就算吴国没有使诈 他们的粮草运回时 必会经过渠塘侠 然后才能到达永安城 这样一来 未困在此的诸恒 就能轻易脱困 这必会搅乱 姜维的部署 刘善竟想多时 决定让步置给姜维带封信 回到殿上后 刘善当着众臣的面 拟了一封书信 在信中表达了自己 想跟吴国修好的意愿 同时将孙权的意思也写入信中 由姜维全权负责粮草的交割和撤兵事宜 让不知姜信交给姜维 不知姜维能否看出其中的本意 数千具无兵的尸体 横七数八地倒在地上 他们是企图突围 被无意的部队射杀了 不知知道被围的诸环处境艰难 却不知已经到了此等惨烈的地步 既然孙权有意讲贺 那么梁草贺在 将军 我来的时候 梁草已在一阳河随县 想必现在已经到了遗陵 不日就能送到这里 既然如此 那就劳烦不成相去催一催 将军 你也知道梁草运转艰难 尚需几日才能到达 可是将军能否 先撤去渠塘侠外的蜀兵 不行 陛下命我全权处理此事 如果梁草未到 我怎敢轻易撤军 若有闪失 就算本将有十个脑袋 这也不够砍 可是将军 废话少说 我不是那种耍嘴皮子的说客 一日不见梁草 本将一日不会撤冰 如果陆迅不服 尽管让他来寨 不成相 蒋梅这人性子直 朝众众臣都不敢惹怒他 就连陛下也对他也有所忌惮 现在实践紧迫 我看 你还是赶紧去催一催才好 可是 不凶啊 你就别再可是了 你来的时候也看到了 祝还的部队梁草将近 不能再等了 要是惹怒了蒋梅 他肯定会大开傻戒 到时候 恐怕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催一催吧 宗兄 我去之后 你得尽量帮我劝劝姜维才是 去吧 去吧 干净 姜维和宗玉并未排练过 却默契地一人唱红脸 一人唱黑脸 不知禁不住两人的双簧 无奈之下 只得往信灵方向赶去 陛下既然赞同自己的二分天下之策 必然知道紫龟城的重要性 陛下应该不会为了 十五万户大米的迎头小利 就将如此重要的城池拱手送人 姜维几经思量后 他做出决定 却与刘山的想法不谋而合 既要想办法得到这批粮草 又不能放弃紫龟城 朱环啊朱环 既然粮草的事前因你而起 也将因你而终 本将希望 你们能坚持到粮草送拿的那一天 丞相这批粮草树木巨大 尚需三到四日才能送到信灵 若要送到紫龟城下 需要的时间会更多 恐怕朱将军等不了那么久啊 哼 刘善获格升任姜维为大将军 并且重用魏严 这些族已看出其雄心壮志 魏国企图进犯汉中时 刘善也不曾让姜维退兵北上 甚至为了让姜维安心 不惜御驾亲征 说明刘善已经不是那个扶不起的阿豆 他真会同意结盟吗 不丞相你错了 这批粮草确实是真的 陛下的手术也是真的 不过我与姜维罢兵讲和之事 确实是假的 陆丞相你的意思是 哼 我从未想过真正的罢兵言和 我已做好跟姜维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十五万户粮草确实会运来 不过他不是交换和平的筹码 而是我这十万大军的军饷 陆丞相这这是为何 不丞相陛下之所以写那封手术 让你为使 这些都是本相的建议 本相的目的很简单 假意讲和 积齐木归 积齐木归 不错 当年高祖采用韩信之计 假意与项羽讲和 趁着项羽回尸时 积齐木归 一战定乾坤 那被困的朱将军咋办 被困了两万多兵族又咋办 不丞相 如今粮草还未到信林 你可先稳住姜维 我在信林暂留五日之两 你可将城中剩余的一万户大米送至紫规 然后告诉姜维 这是最新起运的一批 剩下的很快便能到齐 陆丞相 你的意思是 稳住姜维 劝他先把这批粮草给朱环送去 不错 姜维必会同意 届时 你可跟随压粮队 督促姜维将部分粮草送到朱环手中 然后再去一趟成都 说服流产 颁发一道圣旨 让姜维撤兵 这样一来 只要姜维离开紫规城 我就有十足的把握将其击败 得到一万户大米的姜维也不含糊 立刻命人将其中的五千户 送到八东爱口 这批粮草虽少 但至少可让被困的无兵挨过几日 不知不敢要求姜维多送 于是按照陆迅的建议 与运粮队一路同行 然而 不知做梦都没想到 这批运粮的鼠兵 他们没走出两三里 就要停下来 休息半个时辰后 再缓缓起行 而且 他们到了傍晚就安营扎寨 一整日下来 这才走出不到二十里 我身为吴国左丞相 如今 跟着鼠兵的鸭粮队一路袭行 连个匹都不是 根本没人买我的账 第二日又是如此 运粮的鼠兵 磨磨蹭蹭地走出二十里 很快又到了傍晚 绷归了 我真的绷归了 照这样的速度走下去 恐怕再过十日 也到不了巴东爱口 朱环哪能坚持那么久 不知心急火燎 连夜赶回紫归 大将军 宗大人 如今 两国很快就将结盟 秦如一家 这运粮之事 还是不劳大将军出马 不成相 这是何意 大将军 我觉得 运粮之事 还是不便劳烦你的氏族 若大将军同意 我可派五百氏族前来运粮 至于你的运粮队 还是回城中休整 这样岂不更好 不成相有心了 既然如此 你可调来五百兵马 亲自运粮 不知不敢耽搁 带着五百无兵 追上蜀军运粮队时 已是第三日傍晚 双方运粮队办理交割后 立刻让运粮队连夜起行 然而 不知的运粮队还没走出梁里地 几十辆粮车全都趴了我 根本就没法修复 不知无奈 只得再次返回子规 大将军 我运粮队接收的粮车 才走出梁里地就全部损坏 哼 不成相 你这是何意 不知明知运粮的蜀军在搞鬼 知道他们故意破坏了粮车 却又不便挑明 大将军 可否再借我五十辆粮车 如今 两国已经结盟 不成相 并非我不借给你 而是 城中已经无粮车可用啊 不秀啊 你是有所不知 此贵之永岸一线道路击去 粮车极易损坏 因此 我竟运粮时 只敢日行二十里 否则 粮车必坏 折腾几日后 不知已经身心疲惫 朱将军 我不知这把老骨头 已经尽力了 枉你们的不是我不知 也不是姜维 更不是陛下 你要愿 就愿这老天爷吧 呼气后 不知仁未放弃最后的希望 留下二百无兵 看守粮草 令另外的八百名 身体稍强的无兵 各自背起一袋粮制 继续赶路 八东城外 朱环等人 正在一众鼠兵的保护下 跟无意喝酒吃肉 朱将军 你怎么在这里 你麾下的大军呢 不成相 一路辛苦 快坐下来咱喝一碗 如今 我大汉与吴国重归于好 咱们两家 终于可以尽情地 把酒养还了 招呼不周 请多包涵 不知这才得知 朱环麾下的两万多无兵 他们实在饿得受不了 屡次试图冲破围堵 都以失败告终 已经向蜀军投降 将为看着吴国 送来的十五万壶粮草 还有前几日收编的两万多无兵 现在是要人 有人要粮有粮 撤兵 这辈子都不可能撤兵 这子归城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就算陛下圣旨来了 最终解释权都归我江伯约所有 圣旨到 大将军将为皆知 告约 金天下三分 为强而汉无弱 莲污抗草 方为上策 金汉无两国 蒙约以立 往日恩怨 皆已消弭 将军将为 即刻撤回 紫规 巴东 诬陷不得驻军 交还无国 不得有误 陈将为 截止 续言 将为 如今你想要的圣旨已到 你还有什么话说 立刻撤兵 滚回永安去吧 只要你一离开紫规 我的十万大军 就是用脚踩 也能踩死你 你休想活着回到永安城 路程响 我在乌县并无兵将驻守 你现在就可以领兵前往 数本将不便相送 将为 你这是何意 你家陛下的圣旨 写得非常明白 难道你敢抗止 不诚想 此言诧异 我将为蒙陛下恩典 定当忠于陛下 尽心报向 如今 陛下命我驻守紫规 巴东二成 将乌县交给吴国 我身为臣子 岂敢为恋不尊 不诚想 你看 圣旨写得非常明白 即刻撤回紫规 巴东 乌县不得驻军 交还吴国 不得有误 你 姜伟 你这分明是狡辩 你这是抗止 我 我 你不是师父老实人吗 陛丞相 你家部丞相身子太弱 于是爱钻牛脚尖 待他转醒之后 还请多加开导 刚才的圣旨 陛迅也听得清清楚楚 奈何这个时代 没有标点符号 每个人都可以凭 自己的主观意愿去断句 字虽未辨 意思却大不相同 姜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姜伟 你给本相听着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这笔账 我陆迅记下了 早晚会跟你算清楚 陆丞相 如今 我大汉与吴国 已经地结盟好 千万不可因为个人恩怨 而坏了两国之间的邦交啊 姜伟仗着紫规成 坚固的城防 毫不畏惧 现在城东粮草 极为冲突 根本没把陆迅 那八万大军放在眼里 不许哭 你听见没有 刘璇 不许打人 你是大男孩 怎能欺负小妹妹呢 父皇 他不是我妹妹 刘姨才是我妹妹 胡说 比你小的都是妹妹 快给他道歉 父皇 他真不是我妹妹 他姓姜呢 姓姜 难道她是姜伟的女儿 不论他姓姜 还是姓刘 或是其他姓氏 你都不能欺负人家 知道吗 他只是蠢子的女儿 我是皇子 是将来的太子 以后要当皇帝 我怎么能给他道歉 这些是谁教你的 张皇后 和几位贵人 听到了风声 很快全都赶了过来 他们见刘善脸色不好 只是小心地围在旁边 大气也不敢出 你今天必须道歉 否则 朕打到你道歉为止 陛下 万万不可 姜伟 你何时回来的 陛下 不可乱了钢肠 什么钢肠 当年鲁肃与孙权 可踏上队隐 抵足而免 咱们就握个手 怎么就乱了钢肠 不 陛下 皇子就是皇子 哪有皇子跟下臣的子女 道歉的道理 大将军 此言差矣 孟子曰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卿 在他们眼里 大将军的女儿 只是臣女 或者只是普通百姓 若是这样 刘玄就更应该道歉 刘玄 赶紧跟江霞道歉 对不起 我会重新做一个陪给你 赶紧去做 今天必须给江霞送去 精彩 你让那些嫔妃 全都带着孩子 去宣誓殿等我 大将军一路辛苦 先去陪陪你的家人吧 陛下 陈子帆回成都 不用多说 我知道你回来的原因 那份圣旨 我考虑了很久 你若真的全军 撤回永安 那才是抗旨 刘善坚决要求刘玄 给江霞道歉 并不是出于笼络臣子的心计权谋 而是仅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 对普通人该有的尊重 也是对权贵欺压百姓的反感 高祖皇帝 正是有了张良 陈平 韩信等良将的辅佐 才一统天下 先帝也是有了诸葛丞相 庞统 法政 武虎上将 和众多臣子的辅助 这才开创了大汉现在的基业 大将军将为文韬武略 与吴国数十万大军周选 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斩敌数万 这才让吴国不能威胁成都 如果你们在外舍身征战 自己的女儿却被别人欺负 你们将作何敢想 没错 你们是皇子 是公主 江峡他只是臣女 但你们要明白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咱们只有照顾好 他们的家人子女 这样他们才能安心的在外征战 这段时间 大家暂时忍耐一下 膳食的数量是少了 但分量还是挺足的 每个人都能吃饱 我跟你们吃的完全一样 大家都别再抱怨 太子的事是谁教的 陛下 臣妾自从生了玄之后 再也未获宠幸 皇后虽然暂无子嗣 但臣妾与皇后轻如姐妹 臣妾从没想过 觊觎过太子之位 哪敢这样教玄啊 不过 太子向来都由长子继任 立刘玄为太子 这并无不妥 刘善自穿越以来 还未想过要立太子 此时隐隐觉得 这个皇宫里 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祥和 这个皇后并不简单 他唯唯诺诺的背后 或许藏着巨大的野心 恐怕历史并未记错 皇后终有一日会祸乱朝纲 必会成为大汉 王国的最大隐患 自己必须时刻提防 姜维和陆迅在相隔不远的紫围 信陵对峙已有数月 因此 吴国决定在以水大兴土木 亦在效仿魏国的合肥新城 在此建一座军事要塞 阻断姜维绕道恩师 徜徉进取一都的通道 确保陆迅部队后方的安全 廖化和邓之建议立刻出兵 趁他还被建成时将其摧毁 姜维综合考虑后 也表示赞同 不过姜维的想法 是以袭扰为主 促使吴国劳民伤财赶攻期 等到吴国消耗到最后 再一举击溃 立刻砍倒大树 安营扎寨 将这几棵树砍倒 将地面整平 官将军 我才五千兵马 我一旦发起进攻 吴军必会杀上山 我如何能挡 此地山势险峻 一手难攻 我携了一月之两 有何担心 官将军 话是如此 只是 我刚到军中 大将军就令我来此地袭扰吴军 这恐怕 刘将军 不要妄加猜测 本将相信 大将军绝不是那种人 此事不得再提 在罗县看来 将为令官所引兵来此 明显是把官所和五千蜀军 当成了诱饵 蜀军扎好迎寨 整平空地后 五架投石车组装完毕 官所立刻命人将其架起 此时 山下的以水要塞一片忙碌 民伏正在紧张地施工 突然 几块巨石从天而降 砸在工地上轰隆作响 吴冰和正在修建的民伏 刚刚回过神 又有几十把镖枪 从天而降 引得一阵惊恐的尖叫声 他们争先恐后地 找地方躲避 这一轮袭击之后 山上的蜀兵 再也没有发动骑射 只是偶尔投起了巨石或镖枪 这样的攻击 对吴军的造成不了多少伤亡 但下方的以水要塞 却也不敢继续施工 全将军 蜀军何时驻于山上 他们又如何带来的投石车 尊还警惕地注视着山顶 生怕又有巨石和镖枪落下 全将军 蜀兵实在太狡猾 他们驻于山顶 居高临下可威胁我 我却对他无可奈何 全将军 你可是立过军令状啊 若不赶走山上的蜀兵 很难在元宵节前建成这座要塞 你我都是戴罪之神 届时陛下怪罪下来 可恶 实在可恶 孙桓 引兵两千 屯于要塞以西两里 扎起壁垒 阻挡恩师方向过来的蜀军援兵 命 周防 引兵三千 立刻上山 打探蜀军虚实 我 一个时辰后 周防顺利地爬上山 却发现 蜀军迎债的四周 皆有横杠的大树作为掩体 债外近百米内的大树 皆被砍倒 周防发起两次试探性的攻击 寨中的蜀兵居高临下 只需一通剑雨 胡兵就损失了几十人 无一个人能靠近迎战 陆讯听闻 横山上有一支蜀军 于是连夜来到移水要塞 本相一直注意着 紫桂和巴东的兵马调动 横山上的蜀兵 很可能来自永安 有多少兵马 和人统领 兵力大约四到五千 至于领兵之将 暂时还不清楚 丞相 可有破敌之法 就算山顶扎寨的蜀兵粮草充足 他们仍然需要大量的饮水 要破蜀军 其实不难 蜀军取使之地 必是长阳溪 传令孙桓 领兵三千 驻于长阳溪 阻止蜀兵下山取使 周防领兵三千 在下山的必经之路设服 如此一来 蜀军断水 不能久迟 不出十日 必然退走 届时 我再步兵马 趁机全歼 真不该停信陆训之言 二位将军辛苦 我这招投十万路已现成效 看来 我估计的没错 将为在狠山 至少投入了两万兵马 两万 何以如此肯定 诸葛亮用兵谨慎 将为却喜欢兵行险招 但他也会险中 也会求稳 蜀兵孤军驻扎在狠山之上 将为必会保证 他们的水源和退路的畅通 我让二位将军 截他水源和退路 这不过是事态而已 我已探明 狠山之上 蜀将关锁驻兵五千 长阳西边 由蜀将吴班守卫水源 以时以息 由吴翼扎下 避雷保证退路 群中 吴班和吴翼 各有八千兵马 既然如此 那我该如何破敌 权从最关心的 就是这座要塞 能否按时完工 将军勿急 其实 我早就料到将为会来 吴班和吴翼领兵到达后 我已暗中令 陈表引兵一万助手恩师 领有屡一的一万兵马 屯于恩师以东的 以时爱口 我已截断蜀军的退路 丞相 这样部署 却是包围了两万多蜀兵 但他们的粮草 至少能坚持半月 我坐等他们粮尽 也不是办法 这座成塞的攻期 不可拖得太久 将军勿急 就算拖个二十天 这座要塞 也能如期完工 况且 要吃掉这里的蜀军 我只需十五日就够 可是 不用可是 举细做回报 目前 蜀军一共才十一万兵马 其中汉中部署四万 将为手上只有七万人 只要我能歼灭这股蜀军 将为必定元气大伤 届时 我再取发动 就亦如反掌 紫归城也将姑母难知 将为再狡诈又能如何 我会向陛下上表讲明情况 延误攻期之势 全将军就放宽心吧 陛下定然不会怪罪 这样最好 只是将为诡诈 万一有什么变故 咱很难向陛下交代了 哼 这一水狭长 不是和大军展开 我只要堵住两端碍口 蜀军插势也难非 况且 我已令张成 诸葛锦领兵两万来源 这会儿他们已到一都 明日午间就能到达此地 我就不信了 我六万兵马 难道困不死两万蜀兵 观索 吴乙将军在以水一线 已经成功拖住吴军六万兵马 我可展开下一步的部署 大将军 我军能调动的兵马不足 如何能解关将军和吴将军之为 大将军 若要解以水之为 我要么攻克恩师 再攻克吴军的壁垒 这需要数万兵马 以我现在的兵力 恐怕 几位将军 无疾 我自有破恩师之法 我不仅要破恩师 我还要将吴军围死在以水 大将军 你 没开玩笑吧 要为吴军以以水 必须破以水以西的恩师 还要破以水以东的长阳城 纵然我能破恩师 又如何破长阳 料化 张仪 你二将连翼赶往八东城 领城中的一万八千兵马 屯于恩师城北五里处 摆出攻城的架势 人后一计而行 二人接过将军的锦拿 半信半疑地往八东城而去 丞相 如今 信灵和恩师都有鼠兵在城下挑衅 我该如何应对 不必紧张 将军并不会全力攻城 就算他攻城 我城中兵马亦能轻易守住 将为明知攻不下这二城 却故意引兵到此 此间定有古怪 我不可不防啊 哼 若说将没有诡计 他不过是假意攻城 逼我撤走包围狠山的兵马 这不过简单的是 唯一唯就诏之计 只要信灵和恩师的守将 死守四门 将为绝不可能攻下这两座城池 待我为间退守狠山的鼠兵之后 将为只能乖乖地退回此规 以水西面 吕一的兵马 仍旧封死蜀兵西区的退路 长阳西边 诸葛锦和张成的兵马 紧贴着溪口下斩 以水东面 全从孙桓和周仿 牢牢地扼住蜀兵东退的路线 在陆迅看来 恒山上的两万多蜀兵 已成瓮中之鞭 将为就算在鬼诈 也无法救出恒山上的蜀兵 当夜 此规城中 似有大批兵马出城 诸桓不敢大意 急忙浅快马 将这一消息告诉陆迅 诚相 将为此举 究竟有何用意 这不过是将为的 瞒天过海之计 他已经用过一次 本相岂会轻易上当 将为打着火把往东而去 故意吸引我哨探的注意 他暗中可能有两种安排 其一 他是在掩护一只兵马往西 趁夜隐藏在信陵周边 其二 他却有可能率大军东去 试图集中兵力 供我钉尸 明日即职分享 信陵城外的蜀兵营寨 若已撤走 将为必服一军在信陵周边 我绝不能大意 必须严守信陵城 若蜀军仍在信陵城下辱骂叫战 则表明紫龟城的蜀军已经东去 将为这是在向我示强 以掩饰紫龟城的空虚 因此 我可让诸桓领一万兵马 坚守信陵 再令李英率营中兵马 拖住寨中的蜀兵 再由胡宗领一军出信陵 直取紫龟 又跳出来了 又跳出来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跳出来了 打我笨蛋 恩师城的守军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每次蜀兵冲到城下 就立刻退走 来来回回 持续十几日 不分昼夜 已至半夜 蜀兵爬上城头时 胡兵仍在睡梦之中 你们可酸紧来了 麻烦你们自己去开一下城门吧 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某时已过 为何还没有信陵的消息 本相说过 信陵的军情 每个时辰 要报告一次 怎能忘记 令丞相 银石的情报也没送来 末将已经派人前去打问 暂时还未收到消息 打问个屁 为何不早些叫醒我 你 你 你误大事已 城相 何故生气 何故生气 我大军已被蜀兵包围了 徜徉很可能已经丢了 立刻引兵两万 随本相夺回徜徉 即刻出发 这是被姜维射杀的 第四个吴国信使 陆迅没有猜错 姜维确实攻占了徜徉 在姜维的二分天下之际里 前期对吴国的作战中 他不会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而是尽可能地消耗 吴国的战力和国力 后退梁里 严小到渣寨 丞相 不攻蜀军壁垒 如何能取徜徉 纵然将没取了徜徉 暂时断我回一都之路和梁道 但他毕竟是绕我三座城池 轻装而来 他的梁草无法获得补充 几日内必退 丞相的意思是 我在此地渣寨 与信领 一昌 一都三臣配合 已经违将违于徜徉 只要我西路的潘骏 陈表厮守恩师 再有屡一守住西县的壁垒 我粮草就能获得补充 只需几日 被违的两路属军将不攻自费 然而陆续还不知道 恩师也已经丢了 连信使都过不来了 丞相 吕将军收到恩师的求救 询问是否引兵去源 迅速去源 这还用问 可是 吕将军说 求救者守之陈表的兵符 这不符合军中的规矩 吕将军担心有诈 所以前来询问 丞相 蜀军已战了长阳 恩师是我唯一的良道 不可有事啊 吕将军的担心 确实有道理 以神北岸 通道狭窄 处处都是一守南宫的险地 处处皆可设服 丞相 我已经没有选择 若是蜀军破了恩师 我将再无退路 如果出兵即逝 就算蜀军沾了恩师 我还能退回 抢占外围的爱口 若这些爱口落入蜀军之手 我再无退路啊 嗯 不错 诉给吕一传信 令他立刻救援恩师 若恩师被蜀军攻克 迅速抢占东线爱口 No 次日正午 吕一引兵离开自己壁垒 马不停蹄地吸去救援 眼看还有几里 就可抵达恩师 前方突然被巨石和大树拦出去路 还没来得及下达撤退的命令 四周已经惨剑连连 难以计数的无兵 倒在石头或剑林之下 吕一意识到 前后皆被蜀冰毒死 眼看突围无望 吕一急令兵族跳水成生 那么现在双方在 以水一线的兵马部署 看起来就很有趣了 陆迅和诸葛锦围住了 恒山之上的蜀军 但在以水的两端 蜀军又围住了陆迅和诸葛锦的大军 这是为何 造起条木阀很难吗 吴军连攻两日 仍然没能打通两端的通道 陆迅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 赶紧命人砍树造罚 然而 两天时间已过 一共才造出三十来个木阀 只够三百人从以水撤走 陆迅如何能不生气 丞相 并非末将偷懒 我被蜀军困在这里 南边是湍急的遗水 北面又是悬崖峭壁 无法找到更多的大树啊 丞相 若想造出更多的木阀 就需要更多的大树 唯有狠山才有足够的树木 不过 要上狠山 只有沿长阳西而上 这里却又无班 无意在此驻守 你把这封信给大将军送去 自然会有足够的木头 长阳西下 诸葛锦在此扎寨 已有好几日 他阻断了衡山上的蜀军 与恩师的粮道 不错 正合我意 大将军 可是陆丞相 已有破敌之法 没有 我虽被蜀军围在此地 但我已围住了两万多蜀军 根据时间来看 山上的蜀军粮草已断 纵然我要退走 也得咬掉将围身上一块肉 蜀军居高临下 沃落公寨 恐伤亡惨重啊 若不攻破此寨 我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木头造法 我量尽之时 伤亡会更大 大将军 小心 就在诸葛景刚才站立的地方 一块巨石 狠狠地砸在地上 屯兵山上的关锁部队 退到无翼和无班身后的半坡上 重新将五架投尸车架设起来 刚好可以攻击诸葛景的迎寨 丞相 我粮草一段 每日都有事足突跑到蜀军阵前投降 我扎的木筏也被偷走十几个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哼 撑死胆大的 恶死胆小的 丞相 我是不是 拾君之路 担君之忧 我若撤走 麾下的士族必项数 尽量再坚持几日吧 丞相 我已断粮 如何坚守 何不早做决断 告诉那些兵族 就说援兵已在攻打长阳 但惜疾破 这样一来 或许能多挨几日 士族们关心的 不是援兵能否到来 而是自己的肚子 或许真有援兵呢 我被围在此地 朱环一定会知道 或许他会引兵来源 只要长阳一破 我就有反败雷胜的机会 但愿吧 朱将军 邓之 高翔二将引兵两万 刚刚回到紫龟城 什么 回到紫龟 朱将军 何故生计 我大吴的兵将 面对蜀军时 难道都吓破了胆 这几日 紫龟城中 只有两千蜀兵 只有两千 我在信陵有三万大军 我却一直无动于衷 朱将军 这不是陆丞相之令吗 咳 陆丞相 陆丞相遇上将围 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判断 他早被将围吓破了胆 如今 陆丞相被围在以水 我是不是该引兵去取长阳 放退 我这点兵马如何能取长阳 就算我取了长阳 蜀军若趁机攻占信灵 这将得不偿失 朱将军 那我应该 立刻给陛下上导 做明情况 请求援兵 诺 你在干什么 里面的吴军兄弟 放下你们的武器 走出你们的营地 抵抗只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不要再挣扎了 向和平投降吧 我们这有酒有肉 想吃的赶紧过来 乘相 大势已去 我等再次阻挡将位 你闲扯吧 事已至此 已无他法 辛苦了各位 弟兄们 我听说 书军哪边会优待斩赴 把家肘脱下 咱们直接透了吧 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大将军 这次的降族太多 恐怕 先给他们发点粮食 讲清蜀中的现状 和鼓励农耕的政策 愿意编入我军的可以留下 愿意到蜀中安家的野欢营 这个时代的兵族 很少有国家观念 很多人当兵 只是为了吃饱饭 军中也有很大一部分 是奴隶 或者花配充军 大将军 真的要撤军吗 长阳城深入无尽 我若囤兵助手 只能从恩师 以水方向绕道运粮 其间多有不便 南边的武林 还在无国手中 我很难长期聚守 这次重创无军 战略目标已经完成 若我攻占一度后 就算此地不助军 吴军也不敢来 关将军 你放心 此地距离襄阳上远 本将向你保证 他日我取襄阳 你必能第一个登上襄阳的城头 多谢大将军 先撤回恩师 再向陛下报捷 将为仅用几个月时间 就折损了吴国的半数兵马 看起来 吴国更像一个软柿子 这让魏国看到了南下的希望 朝中已经达成对吴用兵的共识 司马懿和满宠陈兵边境 这令吴国朝野震惊 陛下 我大吴近来损兵折驾 再也无法两线作战 请陛下尽快派出使臣与阿斗结盟 否则 我大吴 不成性 我与姜维的大军仍在对质 魏军此刻大举难下 阿斗不与魏国合盟就不错了 如何能与我结盟 微臣认为 不如直接与姜维取得联系 哦 这是为何 阿斗特别信任姜维 只要能说服姜维与我停战结盟 阿斗必会同意 反之 就算我说服了阿斗 姜维若是反对 这也是徒劳无功 所以 我应速速与姜维接触 嗯 正和故意 不成性 此计既然由你提出 那就由你与姜维接触 尽快速成两国结盟 六 不成性 我大汉与吴国并无难解的仇怨 如今 魏军大举难下 本将可以说服陛下与吴国停战 甚至可以与吴国结盟 只不过 大将军 有话可直言 不成相 你若能说服孙权 将焦止郡借我大汉十年 本将就能说服陛下停战 焦止郡 不知几乎可以肯定 孙权为了停战 必会毫不犹豫地扔掉这个鸡肋 焦止郡 位于华夏十三州的最南端 很多地方尚未开发 不知实在想不通 姜维为何看中了这块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借用十年即可 在戒期的前两年 只要吴国不在御林郡驻军 我大汉就不在焦止郡驻一兵一族 好 就一大将军之意 我不止必以三孙不烂之舍 说服我家陛下借你焦止郡 甚好 不成相 你还可转告孙权 若吴国同意赴我五十万胡两下 我自有妙计 能让司马懿退回襄阳 此话当真 当前的吴国 只剩二十万兵马 其中称得上精兵的不过十来万 如果姜维真能让司马懿退兵 荆州必然无忧 吴国还能集中兵马 对付东县的蛮宠 胜算就会更大 这正是孙权梦寐以求的 不成下 本将绝无虚言 你可明确地告诉孙权 我大汉只要紫归 巴东托诬陷三成 如果孙权同意支付五十万胡两下 并同意我借到剑品 一督二郡以北的各县 我可帮吴国拿下襄阳城 哦 大将军 此 此话当真 本将言出必行 绝无虚言 两国可以签订盟运 好 那多谢大将军 我立刻赶回信邻 请陛下定夺 不成下 本将等你的好消息 江维没有猜错 孙权毫不犹豫地 同意了江维的交易 想起了多年前的襄阳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 喂 数 吴三国的局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襄阳城 已是孙权多年来的心病 孙权急忙拟好盟约 并加带玉玺 连夜让布置 送到紫规交给江维 为了表示诚意 当即就派快马信使 前往交职 让当地郡守 准备好办理交割手续 江维也不含糊 他只在紫规和巴东 各留了2500个马 还另外留了5000兵马 作为运粮盾 准备将吴国送来的粮草 陆续运回永安城 收到江维送回的盟约 刘善卫借用交职军 得到50万户军饷 欣喜不已 对江维跟吴国霸兵停战的决定 也表示支持 江维为何要替吴国去攻打襄阳 算了 不想了 我在谋略方面 比不过江维 我也相信江维 不是个吃亏的主 让他自己发挥吧 谢谢大家